我就给他赠送了一个很小巧的一个鼠绣的熊猫 然后我就告诉他 这个你可以放在你的办公桌上 你天天都可以看到 四川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欢迎他有机会到四川去访问 我在给他赠送完鼠绣的熊猫以后 他就赠送给我美国财政部的会站 而且这上面有这个耶伦的名字 他就是把他在财政部的一个标签的会站 赠送给我们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珍贵的礼物 我相信他这也会成为中美友谊的一个建成